那么前面一颗是一个长行 长行主要讲到一个长久在外流浪的穷子 所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讲到他的善根的退失 第二件事讲到他善根的修复 那么他善根是怎么退转的呢 经文上说是舍父逃世 久住他国 那么作为一个穷子 他长时间的经过两万亿佛的栽培大乘善根 他后来是怎么退转的 就是他后来就慢慢的就失去了佛陀的射受 他出生的时候可能是佛前可能是佛后 就像我们现在有法无人 虽然可以在佛法上做功课 但是缺乏佛陀的教导跟射受 就使令这个善根不能进步了 那么不能进当然就是退步了 所以缺乏佛陀的射受这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 更可怕 久住他国 我们说过我们一个人不能老是停留在善根 一定要让那个善根能够怎么样 开花结果 你要把善根透过你的精进快速的转成道果 但是这个穷子他没有本身遇到佛法以后 没有快速的一股做起 所以他永远停留在善根 那么经过轮回的老病死的折磨以后 他的善根就受到很大的破坏了 一个舍负逃逝 第二个 你不应该长久的在沦河中待着救出大骨 那么这个人善根受到的极大的伤害以后 他什么时候开始反转呢 就是父子相遇 一直等到2500多年前 释迦摩尼佛的出世 他的善根终于得到了 修复的机会 那么佛陀出世以后 其实佛陀在修复这些 僧文弟子们 他一开始采取两个手段 第一个叫做追 第二个叫做用 什么叫做追呢 就是马上的追赶 其实我们知道佛陀对弟子们是有期待的 他当然不是 但要测试一下 弟子们大乘上根推师没有 所以就用大乘的功德来追他 怎么个追法呢 就直接邀请他加入大乘佛法的行列 就说我过去在两万亿佛所 我教过你大乘佛法的 你现在赶快回归到我们当初的 发菩提心 生生世世 投入生死轮回 广度众生 那么积极之两 那么这个时候求此的反应 叫做恐怖极种 我们知道 一个人上根受到伤害以后 他对生死轮回的感受是特别强烈的 这个人是这样 你要是没有学佛 你在轮回当中呢 你就怎么样 不觉不知 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痛苦 所以你不学佛 你不会觉得轮回的痛苦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怕 那么学佛以后啊 最怕是怎么样 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来 就卡在中间 比如说 我这个上根 不能马上把它变成道果 但是你要我退转成反复 也不可能 因为上根不能退转 所以 这种人 他对轮回的痛苦是特别强烈的 但是他又无人为力 他知道轮回痛苦 但他没有解决之道 所以 这个穷子 虽然是大胜着上根退死的 但是他对痛苦的觉知 这一块是不容易退死的 我们前面说过 五卓尔胀大不胜小 五卓尔是会伤害你的菩提心 但是他不会伤害你的处理心 所以 诸位 我们应该要去体谅这个穷子 就是说 他为什么不能够马上 恢复他的大胜三根 加入 大胜佛法的行列 因为他不畏生死 这长时间在轮回当中啊 他被这个老病死的折磨啊 心存不畏 那你现在要马上投入生死轮回 发菩提心再投入轮回 他当然没办法接受 所以叫做恐怖疾走 乃至于蒙结辟地 所以当然大胜佛的佛陀 就赶快把这个锥 锥的人把它收回来 开始怎么样 诱导缓家 用诱的方式 这个很重要 诸位 这个穷子能够成功啊 就是他先回家 一个这位流浪的人啊 他可能 他看到珍宝 他可能没有感觉 但是他要了一个怎么样 稳定的环境 稳定的衣食的供应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看佛陀对待这个 已经善根受到伤害的穷子啊 他大胜佛在干什么呢 叫他打工赚钱 有人说 诶 没关系 你不想参加我的家族的事业 没关系 你到我家打工总可以吧 我们为什么要给他打工呢 因为他如果没有工作 没有赚钱啊 这个穷子还得往外跑 所以佛陀就用扫厕所这个工作啊 把他先安定下来 所以先诱导缓家 缓家以后第一件事情啊 打工赚钱 慢慢慢慢的在工作当中 佛陀就方便靠近他 慢慢的给他开导 三十七道品 然后呢 先诚就小称的道过 诸位 按法法径的思想 十方佛陀中 唯有一称法 无我一无三 除佛方便说 但以假命子 一导一众神 你策法的意思就是说啊 其实整个五称佛法是怎么样 互相帮助的 并不是我们以前所说的 你是修慈善事业的 你走你的道 你是二称人 你走你的道 我大称佛法 我不屑小称法 我不屑人天称 你错了 佛陀就是 以小政的道果 来支助他大称的善根 支持证明佛陀是对的 因为他成就小政的道果以后 所谓的心向体系 他对这个父亲啊 有信心 所以开始 佛陀在开导他 方等波雷 所以从前面的工作的 打工赚钱 到最后继承家里 从有所得到无所得 所以我们一开始啊 不要怕有所得 那么这个重点在哪里 我们看他整个穷子的善根恢复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 事所厌固 就是 这个父亲 成功的 掌握了 这个穷子心中的厌望 这个重点 穷子在外面流浪 他哪是希望能够修功德啊 他希望一个安稳的家嘛 我们看净土圣贤路啊 有一个公案 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宋朝有一个叫做无穷的基石 这个基石啊 他一开始年轻时出家的 出家以后 在生团的生活并不适应 就还属了 还属以后呢 就娶居生子啊 你总要找个工作啊 这个从事杀生的事业 到了屠宰场 就做这种切肉的工作 那么经过几年的这个杀生的贡业以后啊 他的眼睛的旁边啊 就长了一个肿瘤 像鸡蛋一个肿瘤 那么这个无穷基石 虽然还属啊 他对因果还是 这个道理还是理解的 我们说过 有些扇根是不会退的 业谷的扇根 空性的扇根 是不容易退的 中道的实相是容易退的 所以他就觉得 他这个业障现前啊 而且这只是花豹而已啊 这个果豹恐怕是三恶道 所以他就离开了家庭 到山上自己做一个毛棚 就整天拜探念佛 念了没几年啊 他有一天从山上下来 跟他的同山道友说啊 我明天的西石 就是晚上七点到九点 他要往胜啊 很多人都不相信 所以但是呢 不相信他想说来看看嘛 就很多年有就来帮他祝念 果然西石一道 他就在佛堂面前端坐 在念佛当中啊 他念了一句话 佛来也就作话了 这句话很重要 诸位 临终见佛啊 比你见花见光 异香满事啊 更来得重要 所以他那个时候 就在大宗当中 就练一句佛来也就 往生信徒了 诸位 无穷第一次是怎么往生的 世所厌恶 他成功地把他心中的 厌望跟佛号结合 他的厌望是什么 就是他希望能够灭罪嘛 他希望他所造的杀业 能够得到赦免嘛 他害怕到山的道去嘛 那么这种害怕 三二道的力量 转成念佛的力量 它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 凡是修行在整个有违法当中 能够成功的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 你必须把你的修行 跟你心中的厌望 成功地结合在一起 净土中也是这样 净土中最怕你对佛陀 无所求 那就完了 诸位 无所求是放在最后面 我们看佛陀教化这个珠子 他是用有所求做引导 最后才入无所求 也就是说 诸位 善根的修复 重点是 满足他的心愿 这个佛法叫做 增上义乐 那么 由于增上义乐的关系 让他成就了道果 由于道果以后 他信仰扩大 才接受大圣佛法的教育 所以 这个地方 就说明 这个整个穷子 他从一种心智的卑劣 到佛陀的奢受 他先从安住 最后再成就无助 是这个一个过程